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今天我们的娱乐红花单元 非常认真的看一部 关于不同的世界会有带来 多么认真的想象和改变 导演陈文良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之中 带来他的一部纪录片 逆者 逆就是叛逆的逆 这部逆者会在两天之后的4月22号上映 很难一言以蔽之说 逆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首先陈导演来谈一谈 这部片子的发响 以及接触的这一个片子的传组 黄玉仁 黄玉仁 大家好 来说说 张大陈大哥好 逆者是在我2013年在台一大毕业时候 有发想说我想要当电影导演 那我要当电影导演 我要怎么样有一个作品 一个名片 来进去台湾电影圈 应该说一个执照 自己发给自己的执照 对 没错 然后就是遇到黄玉仁 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 就觉得说 他的故事 颠覆了我们华语家庭教育的思维 因为像我妈妈他们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要念书很高 然后去当医生 当律师 或是当公务人员 有个生活 稳定的生活 稳定的才是一个成功的定义 但我也觉得说 我也有一点 像Jeff一样 想要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Jeff就是黄玉仁 对对就是黄玉仁 因为他黄玉仁本身 他是一个头期顾问 投资顾问 对 我想先请教 你那个时候在台语大念书 对 你又是印尼的华侨 那你怎么会认识一个在 应该是在银行 或者金融界服务的黄玉仁 刚好那时候他去拍那个 彼此英雄的灵眼 当灵眼 彼此英雄 对 他是当黄玉仁 对对对 当那个 警部 警察部队的 是 然后是有人介绍 说 他的故事蛮挑选的 你不是要当导演 要拍东西吗 那要不要认识一下 认识听了 就觉得 好那我们观察一下 2013年 前制作 2014开机拍 拍一拍就觉得 感觉真的可以跟着 一个人 一个故事可以发展的 是 对对对 对 然后跟一根 那时候他跟他的时候已经 他已经离开金融业 已经大概两年了 是 对 然后我跟的时候 有可能会看到 新加坡很大的组织 就是亚洲最大的组织 One Championship 我从那边时候开始拍他的 One Championship 是跟MMA 综合格斗技有关的 可以把这个背景 简单的介绍一下 One Championship 它是一个亚洲的组织 它办的比赛就是 Mixed Martial Arts 我们简称说 MMA 然后中文翻译好像是综合格斗 综合格斗技 它综合了地板技术 就像我们知道就是 柔道 然后有Warsling 角力 刷脚 刷脚 然后还有巴西柔术 大家会说BJJ 然后战的 战的打 Striking 就是有Boxing 拳击 然后泰拳 泰拳的动作也容许 对 所以用膝盖或是手肘 打是它可以的 是 对 然后还有什么 包括跆拳道 对 跆拳道全部都可以用到 只要任何武术的那些技巧 你可以用 然后它有个规则 就是说不能擦眼睛啦 或是踢下面啦 其他的都可以 是 对 然后它有裁判 对 然后比赛是 一般比赛是三回合 三回合 每一盒是五分钟 是 对 它有裁判 所以裁判的方法就是 它会保护选手 然后一个选手比较弱的 被打了 它没有防 没有防卫能力 防卫能力 它就把它停掉 是 或是被 累住的 投降 它give up那种 就可以 可以结束比赛 也就是说 比较失败的一方 可以用拍几几下的方式 表现自己投降 对 所以这就是MMA 简单的讲 就是你在 铁笼子里面 看到两个人 八角铁笼里面 横打横打 打在地上 好像打死不管的样子 大概就是这个东西了 对 但是其实反而比 其他是 那个boxing来得更安全 这一点我们等一下 慢慢说 但是黄玉仁 他是一个 看起来正常家庭 而且是非常 就我来看是 温暖和乐 而且充满了这个 向上力量的 这个家庭 出生的孩子 小的时候又体弱 多病 还有气喘还是什么 有气喘 但是当他长大以后 在依据正常的家庭 所要求的正常步调 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发现不对劲 是吧 对 他内在起了什么变化 尤其是 如果照你这样说 他还去参加了 匹子英雄的 灵眼的阵容 表示他好像 他对人身体的表现 是有意思的 应该说 那时候他的工作 在金融业是有成绩的 有成就的 他每年可以赚 600到800万的收入 但是钱多 他内心是不开心的 然后因为他 小时候无法运动 有戴手牙套 是 然后长大的时候 高中就开始练 那个 Tekwondo 跆拳道 跆拳道 然后到最后 他自己 上班时候 在金融业 下班后 也有再去 gym 练习武术的 是 所以基本上 他已经 有这个 基本的 技巧 技术 所以当他觉得 要找一个 新的东西 可以让他 找到快乐的 武术 是唯一 他可以试试看的 是 路 那时候 他就试试看 放弃 休息一年 然后去巴西学 他就辞职了 对 也就是说 义无反顾了 没有后路 对 他就是去巴西 体验这个 真正的运动 MMA的 然后去了 就回不来了 先不说 他的故事 因为导演 你的经意 也让我觉得 十分惊讶 拍了这部片子之后 你也去学了柔术 是吧 对 台南 你先教我一下 什么叫柔术 他跟柔道 有关系吗 有差别吗 有 那巴西柔术 他比较 比较多是地板面的 一个 缠斗 缠斗 对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 以锁关节的部分来 来让对手 投降 对 就比方说勒脖子 对 就是 勒脖子 或是关节的 凹锁住 所以锁住的时候 我们都会痛 所以我们就会 会打 就是投降 是 对 那时候 因为 看他们 这样抱来抱去 两个男人 到底是做什么 然后 因为我要派他们 我要更了解说 他们 在 缠斗里面的感受 是什么 就是怎么样 才会投降 或是 在缠斗 到底在想什么 然后我就去上 巴西楼树舞科 是 然后上来 我会觉得说 其实人家 在缠斗的时候 你是专注的 你会 在 每一个动作 你会去思考 要怎么样 跳脱 或是怎么样 找一个 细缝 去 找空间 拉住你的 对手 反而在里面 看起来 好像大家很忙 但是很冷静的 对 我觉得 武术 对我们 生活是有帮助的 它会让我们心里 其实是平静的 你要思考 你例如说 两个缠斗的 大男人 对 滚在地板上 甚至地板上 还有我们 残余的鲜血 对 那个时候 两个人还很冷静 对 我觉得里面思维 是冷静的 因为我们要思考 其实 包在一起 但是每一个 小小的移动 你是感受到的 然后你要知道说 我移动这样 是要骗他 去那边吗 然后我就往这边走 对那个 还蛮 蛮细的 你学了多久 我有三年 你能够跟人家 纏斗了吗 保护自己可以 对 保护自己是没有 我觉得 我有可能 20%可以 可以应付 在这个片子里面 还有非常大量的 footage 是涉及到 黄玉仁 我们的传主 如何去锻炼 他的身体 适应比赛 特别是在饮食 运动 甚至在调整体重方面 谈一谈 你当时 一步一步去 接近他的生活的时候 是从哪一些个 身体上的表现 而得到比较 比较丰富的意义的 我觉得是 选手在 准备比赛要过棒 他们需要一个 叫做减重 减重 对 因为通常像黄玉仁 Jeff 他一般没有比赛 他的体重大概89到91左右 其实 蛮大的 那个是蛮大型的 但是他比的 那是Welterweight 重量 重次量级 对 那是 中量级 中四 四中量级 对对 四中量级 Welterweight 77公斤 所以大概他要减掉 20级公斤 对 他们 比赛前 前一两个月就开始减了 就是从饮食 吃比较简单 是 鸡胸肉 那个菜 然后也不能加盐巴 不能加酱油 我看到一个镜头 他在吃 好像吃草一样的东西 对对 他自己也说 我在吃草 我看不懂那是什么菜 那是我们去那个北京的supermarket超市买那个沙拉的菜 但是那是没有烫过的也没有酱的 对对 然后就是吃这些 然后 那个水煮蛋 对 然后到 他应试吃几个水煮蛋 好像还是要去掉蛋黄还是什么 是吧 有时候 有 有时候没有 看他们到那时候的重量剩多少 如果剩很多 他们就会 会把它拿掉 但可能剩一公斤 他就一样吃 是 对 他们一天可能会吃五颗 对 五颗水煮蛋 是 但接近比赛的时候就比较 比较少了 因为他们就是要达到标准 是 所以那时候脱水会脱很严重 等一下 脱水并不是他自然的一个活动 而是他有意识的让身体出汗 对 以便达到减重的目的 对 谈谈他脱水的方法好吗 脱水方法 因为他们肌肉已经减掉了 重量 没有东西可以减 对 剩下的就是把水把它脱掉 脱掉方法就有去泡烧拿 那个叫什么 三温暖或者是烧拿 对 然后把泡完 我们出来的时候身体还热 就用那个毛巾包起来 是 包起来 然后就在等 等时候他就 水又开始出来 通常 这个是最危险的 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北京也有几个是死掉 因为脱水 为什么会做到这么样 瀕临危险的程度 因为他们 原本的体重 跟他们去打体重差太远了 因为他们会拿一些优势 像你现在是 正常是80级 90级 你去打70级的 你出拳 是比较有利的 对 他们有一些人是以这个目标去 往他 就是对付比较 明明比你小的量级 对 去找你的那个 有优势的量级 对 这有点磕烂饭的 好 然后呢 对 然后 剪完后 他们当天 就要过磅 是 过磅后才 他们才可以吃东西 是 那吃东西方法 又有一个方法 他们要赶快 补充 蛋白质 蛋白质 对 然后会喝很多那种 像椰子水 或是那个 什么 椰子水 是含有大量蛋白质的 没有 它是比较有那个 Iron 有铁质 对 或是 那个我们 Pocari Shade 就是叫什么 我知道 就是运动饮料 对 那时候他们要加 就会这样喝 对 要很快的 在一天 把全部提升起来 所以像他们减完 当天过磅 77公斤 可能明天起来 最近八十七 对 他们是这样的 反正已经过了磅了 但是这个恢复是重要的 不然 他不会有力气打 对 他们恢复 就是要补充很多那种 叫什么 Carb 淀粉 对 好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 我们已经开始能体会到 黄一人改行之后的辛苦 但是这里面还 不光是身体的 或者是具有这种 外部对抗性的 还有内在的问题 那就是 比如说他曾经因为 要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而跟妻子决裂 谈谈这一方面的事情 这也是这部纪录片里面 一个隐隐约约呈现的诅咒 对 其实这个讲到他们 他的婚姻 其实蛮矛盾的 因为那时候拍的时候 他不太愿意让我拍 就是这一块 然后我也有拍到 然后拍到的时候 在我们后期剪完的时候 其实他有要求要拿掉 但那时候我们决定不拿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他的经历过程 离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 一个选项 因为他选择了另外一个跑道 然后他的太太选择离开他 就是会代表说 他的选择是有一定的目的 跟目标要完成的 对 那时候在拍他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有些在想说 他会不会到中间就放弃了 不再去打了 不再去努力了 那代表说前面他 说牺牲的东西是白费的 然后那时候跟着他 从他前妻 不支持他 到他在新加坡比赛时候 其实他前妻有去看他比赛 那时候好像就有一个 一个圆缓 就是他们的关系有一点修复 对对 和缓下来了 但是没有再回去在一起 但是就彼此没有一些矛盾了 就解开了 对 然后到最后 这个算是一个关系的 不管说修复而已 他有一个和解的意义 对对 就是彼此或各自 对自己都觉得有一个交代 对对对 所以他也祝福他自己的新的选项 然后他也祝福Jeff的 那个MMA格斗选手的一个生涯 对 我们当然也会对这种 MMA的格斗选手 有进一步的了解 那就是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在 除了妻子或者是家人 另外还有就是跟他一同练习的人 在纪录片里面 也有几个片段 虽然不多 但是很强烈的 那个画面的感受 是让我们觉得 好像他不是一个人上去打的 他是一群人 包括他的练习的伙伴 教练 可以谈谈这一方面 好 这个运动我们看的时候 是一个人在笼子打 但其实他背后是他一个团队的 一个运动 他们从团队确定 黄玉仁要对哪一个选手比赛的时候 他们开始研究他对手的背景 他是不是厉害在战打 还是地板 他们就会去模拟那个 对手常用的技巧 然后在训练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技巧去对付黄玉仁 那边他们就找出他们的计划策略 所以这个fight camp 他们叫fight camp 就是准备的战斗营 对战斗营时候 已经把这些策略准备好了 体能也提升好了 在比赛的时候 虽然黄玉仁自己进去 但是龙子旁边大概有三四个教练 他们就是会提醒他 或是在现场做什么变化 再给他一些指点 指教 访问的是陈文良导演 他的这部纪录片 《逆者叛逆的逆》 《逆者》在4月22号即将在台北上映 对于格斗季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进行的单元 娱乐轰趴 访问的是导演陈文良 陈文良导演为我们带来的主题 是他的一部新片《逆者》 4月22号上映 在2019年 你是不是就拍过一部《逆战》 《逆战》是逆子里面的一个短的版本 是 先说说这个故事 因为我那时候拍这部题材还没拍完之后 我们在国际提案之后有一个加拿大公共电视 叫《Nolets Network》 它是BC的 然后他就问说 能不能帮我做电视版的 52分钟 是 然后因为那时候 需要资金 然后也还没有什么人家知道我 我想说好 既然有这么大的公共电视 要我们做给他版本 那我们就把 还没拍完东西 先剪出一个52分钟的 那时候就剪出来 然后 一个小的版本就是 对 短的 他内容里面没有完整 是 他比较注重在 Jeff在转 那个黄玉仁在 从金融业转成格斗的故事 对 里面 关于 离婚事情什么都还没有 没有讲 连针还没有转到那一面 对 那个 只有在电影板 才可以看到 是 那时候卖给他们 卖给他们后 Discovery Asia 也来 来要这个版本 所以在 South East Asia 东南亚 所以在 加拿大也演了 对 在这个 Discovery Asia 频道 也演出了 然后 美国 英国 澳洲 的 OTT都有 可见这些地方 都 不约而同 会有这种 自己念的书 旧的业 不符合自己的兴趣 而最后 去找到一个 跨幅比较大的转变 是这样吗 我觉得 应该这个故事 比较 Universal 就是比较普遍的 因为每个人 不管你是亚洲人 或是白人 西方人 不管你的语言是什么 你的宗教是什么 我们会面临这种的选择 所以这部片是可以 应该说面临这种 无法选择 但不得不选择 到后来很生气的 就被选择了 那也是一种选择 所以我总感觉 不管是之前的逆战 现在这一部逆者 长片 恐怕都多多少少 跟一个事情有关 就是在人生之中 自己无法掌握 自己的前途的时候 很想揍几个人 用那个MMA的方式 揍一下 真的很解恨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不太有人知道 现在应该很多 我要讲都知道 我没事就看格斗机 真的 就是MMA也好 UFC也好 每次看就 很好看 不是 就觉得 这个世界对我并没有亏欠 好吧 回头来看 真的 我觉得这是修养人 人的这个 人慢慢会变得慈眉善目 我常常说 这个世界对我们太粗鲁了 狠狠地打他们 自己不能打 黄越仁帮我们打 来谈谈黄越仁的 刚刚提到他脱水 但是对付不同的对手 他仍然还需要 许许多多 比较细腻的思考 在片子里面 他有的时候 好像要跟家人讲 要跟爱人讲 但是也不大能够讲得很明白 对不对 你在旁边做观察 而且甚至你也 你还学了泰拳 谈谈你的理解 对 他有时候无法直白表达给他家人 因为毕竟这个运动 还是有一个危险性 对 好像 虽然有裁判 然后虽然在数字上的表现 他比其他 拳击都安全 拳击安全 因为不会脑震荡那种的 几率比较低 因为裁判看你不行 就直接结束比赛 是 所以我就观察他 这种的就是 他想要完整 他想做的事情 但是不要家人 为这些事情是担心的 是 对 所以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有时候报喜不报苦 对 像他可能 片中其实有他 报给他自己结束 他吃披萨什么 是 吃炸鸡 但其实他在吃草 在吃水煮蛋 就有这种的反差 对 不过 你要说他报喜不报忧 他妈妈一看了这个比赛 好像也是报喜不报忧 他故意说 强忍着 这个 演你的泪水 说 都说我紧张 我一点都不紧张 其实他很紧张 是不是 家人毕竟是另外一个态度 他后来多年以后 他也再婚 而且 迎娶的是 台湾非常知名的 演员 刘雨柔 刘雨柔 谈谈 刘雨柔跟他的 资源的关系 就是在 那个好像五月 那时候他在 他的高峰 他的事业 那个他的 选手生涯的高峰 那时候他赢了 那个One Championship 好像三场 所以算很厉害 是 然后回到台北比 那时候他有一点 太 太骄傲了 对 因为他的退守 被安排的是一个 菲律宾人 成绩没有很好 他好像低估 低估了他 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对 然后上去打 九秒就被他 KO掉了 破了纪录了 对 被那个菲律宾人 九秒把他KO了 那时候就是 刘雨柔在现场 是 刘雨柔看到这个 觉得好帅 然后他们就 九秒被打倒了 好帅 然后 然后 从那边 他们就开始有一些 开始的联络 然后朋友牵线 然后就是他们 感情是这样发展的 如果九秒钟就被KO 一定不会家暴 不过回头看 这个 他的 整个训练的过程 还有非常多 小的细节在片子里面 透过一两个 无言的镜头 就可以掌握 我看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他在吃一个 很小的 跟猫罐头 一样大小的 鱼罐头 是这样吗 对 那时候其实是 他没有钱吃早餐 所以他要省钱 也只能买那个 鱼罐头 因为比较便宜 然后蛋白质也比较多 是 所以是这样 这样吃的 早餐是这样吃的 我正要从这个话题 导入他的经济生活 因为你刚刚说过 他在金融业 每个 每一年可以有 六到八百万台币的收入 那么 可是在进入 格斗季的这个行当 他不但不能够保障 这样的金钱 而且还要付出很多 为了要维护体态 体能 而做的这个 应该说 至少在花钱方面 是比较吃力的 对 因为他之前在金融业 赚很多钱 但他并没有存钱 就是赚多少花多少 那种 所以到他真正转去 选择这个格斗 这条路 他在巴西训练的时候 他的存钱都已经花光了 所以他之后的训练 都是跟朋友借 然后也有请他妈妈 用房子去抵押 借钱给他去训练 所以到最后 我们看到他吃东西 就是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真的是没有钱 然后他们的比赛的奖金 那时候很低 像他在要训练两个月 在国外 但他第一场比赛的奖金 只有七千五 七千五美金 没有台币 台币 对 所以那时候 大家都觉得他神经病了 就花这么多钱去训练 去国外 但是你打一场比赛七千五 但后来慢慢 当然他七千五后 去打中国比赛 然后进去One FC 他的薪水就用美金的计算 所以每一场 每一场就有二十几万上下 二十几万台币 二十几万台币上下 不过他毕竟是一个 运动生涯 不会太长 而且他的投资 要不断的累积的 这样的一个行当 中间还有一位 我记得是跟他交错而过 好像应该是在铁笼地 被他打倒的一个对手 正好是那一天要宣布退休 是这样一个故事吗 对 那是印尼的选手 那比他 比他大 好像三岁还是五岁 比他更大 对 比他更老 对比他更老 那时候输掉后 他也是在现场 直接宣布退休 这蛮感人的 那一场 大家都意外的说 突然连他那个印尼的教练 都不知道他要宣布 打得太凶了 要退休 他要打输 他要退休 这也是一个 他们在练武术的一个精神 有时候你发现你可以 你就可以继续push 是 但是你觉得你够了 你停了 放下也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是整部片子里面 我坦白讲 我有一个非常大的观赏压力 当然我也很enjoy这个压力 那就是我们知道 他不是十七八 初出茅庐 就开始展开他的生涯 他年纪应该是一把了以后 才重新像个初学的人 进入这一行 这个会让 至少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会很短 对 那他没有考虑这一点吗 其实他年纪33岁转进去 其实是运动员快退休的 对 都是快退休 他才进来 所以这个也是 为什么我觉得 想要跟的 跟拍 跟拍的一个理由 所以逆子这部分 其实他不是在讲格斗 他是在讲说 我们人生有什么 什么选择 我们可以做什么 在困难中 我们选了后 遇到各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坚持 所以里面有梦想 有坚持 有爱情 也有自由 娱乐红爬 现在听到的是 New Motion这首歌 也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电影 逆者的电影片尾曲 听一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的陈文良导演在印尼念完大学 是资工系毕业的 后来决定到台湾来 玩碎你的电影梦 在文化大学 华语文中心学的中文 接着以外籍生的身份 又考进了台湾艺术大学广电系 重新念了四年大学 我看你跟黄语人差不多 这是重新掌握自己人生的方向 这是必要的 而且你说过 你说你想要像当一个像李安一样的导演 要国际大导演 因为你认为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 就不会有困难 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事情像每个职业都不容易 像张大哥主持也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 但是我没办法有国际的大导演 大主持也没办法 像黄语人当选手也不容易 当老板做生也不容易 当导演也不容易 但是只要做你喜欢的 从中我相信可以找到快乐跟平静 然后快乐的人是会散发散的力量的 我就希望这个可以让大家进去训练看 找到自己的快乐 然后让这个思维的散力量更大 也就是说你呼吁的还不只是像我之前讲的 说对格斗技有兴趣的人 应该来看那个电影 即使对于用拳头碰触他人 一点兴趣都没有 也会找到散的力量 尤其像你刚才提到 你学巴西柔术的时候 在身体的那个缠斗 而且是非常 可能会非常痛的 那个过程之中 会很冷静 甚至比平常更冷静的 找寻这个脱身之道 那么泰拳 你也学了泰拳 对 学了多久 大概三个月 三个月 对就是在刚好拍王又人在泰国训练时候 他没有训练的时候我就去上课 他没有训练的时候 你不拍的时候 对对就去上课 谈谈你 你看你学到的 你向我介绍一下 如果完全不知道泰拳是怎么回事 泰拳他就是 战打的 然后他就会比较注重 你全身的 关节都可以用 像我们手肘 所以短距离的攻击 像 那个膝盖 也是可以短距离的攻击 所以因为像我们拳击都是比较长的 你需要一个空间 来完整这个动作 来发力 对 但是如果泰拳你被人家包 包子了 就是你的空间距离很短 你还是可以用短距离的去攻击 然后他 那时候训练是比较痛苦 因为那个泰国的教练都蛮粗鲁的 他就没有对你科气的 对 等一下 这个是泰拳教育的一个必然的传统 对 他们都不科气的 那巴西柔术呢 巴西柔术因为他 就是我想不同的拳术 在教育的过程里面 应该都是蛮强硬的吧 为什么会这样问 是因为片子里面 黄玉仁自己也在教巴西柔术 好像他有一个小学校一样 教小朋友 他很凶的 对 他可以凶 小朋友才会听话 但是巴西柔术因为 主要老师不会 很少跟你一对一 他是水生对水生 所以那时候我们练的就是初级 白带跟白带的训练 所以没有很残忍 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泰国训练 是直接一对一的课 所以那个教练就是 直接对我们出水子 然后男生他就没有保留 他就直接给你很凶的 的动作 或是反而他打你也没有流利的 就是白打的 对对对 反而是会受伤的 是 在整个拍片的工作里面 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使用镜头 因为在对打的过程里面 如果不熟悉武术的内容 很难掌握到很精巧的画面 可是你这个 虽然里面对打的 这个镜头不是那么 从头打到尾的 可是也应该有一些 对用权的内容的掌握 那你怎么去选择 你们使用的镜头语言 因为这是为什么 我需要去学 我才会知道说 他们手上来 这个动作会往哪里走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纪录片 他们训练的时候 你无法说 等一下让我拍 它是没有重复的机会 所以你这 当下没有抓到就没有 所以因为我们有训练 然后我会知道 所以很多东西 是精准把它抓到的 所以其实打斗里面方面 我觉得构图跟速度 都抓着还不错的 可是长镜不是你自己 有 大部分是我 是你来拍的 那么像这样的片 现在能用什么样 最精巧的 或者说比较轻盈的设备 我们那时候拍摄 用Canon的iOS Cinema Camera 它也是电影级的 那个 就像照导机的一样 它会大一点 稍微大一点 另外就是 关于这部片 整个发行的过程里面 应该会 会有一些 因为毕竟 它是蛮血腥的 虽然不多 可是 你怎么去掌握 这个片子 它应该呈现的 就像我所感受到的 还是一种 蛮柔情的味道 而不是那么暴力的 怎么样去说服观众 我会以家庭的出发点来介绍这部电影 运动只是一个它的媒介 它的内涵是家庭跟人生选择 关于梦想的 虽然 你会觉得 不喜欢看运动的人 当你进去里面 你会看到运动里面是 小部分的一个题材 但你会 被感受到更浓厚的是情感面的 这情感面是 你我在家庭 我是社会中会遇到的 除了纪录片之外 或者是除了这一部纪录片之外 你还有其他正在从事的题材吗 包括纪录或者是剧情片 有 现在在筹备我的首部剧情片 剧情长片 对 剧情长片 可以谈一谈吗 可以 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讲那个演员 但我已经是有告诉他说 我的这个剧本是 我觉得可能只有他可以演 也有跟他经纪人聊了 什么故事 关于也是家庭的 在关于说 在讲一个人 小时候在破碎的家庭长大后 他的人格变化 在讲这个 然后里面也有把MMA的一个元素放进去 他是变一个MMA教练 所以我要做一部像Rocky Rocky的电影 就是虽然他感觉是boxing 但是他里面的含义是更大的 我要做这种剧情片 要探讨那个人格变化的部分 我还有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 从远渡重洋 从印尼来到台湾 求学 而且还double的求学 到现在 老实说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任何工作 包括职业的税行 都有相当的困难 那么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准备像一个逆者一样 去看过这段时间 因为疫情 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们 或是台湾人 或是某个几个国家面对的 但是全球的 所以当全部人都一样的事情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 大家都一样 所以就是把当下的东西 可以做的就去做好 然后那个想法就 positive一点 不要太负面 因为我相信 只要我们的想法是正面的 宇宙还是会帮我们 把那些东西拼凑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顺利度过难关 107分钟的一部片子 逆者4月22号上映 陈文良和我都在这里 期待着你去看这部电影